陽台硬生生列出一個大洞 還有一個大泥塊懸掛在半空中 地板檯面洗衣機 現在全被大大小小石塊給佔滿 最危險的是事發當下 屋主就在陽台 一轉身走到我的門邊 就中間就塌下去 一秒鐘就在我的右手邊 又塌下去 我今天是反應太慢 我這個反應快的話 清燥到我的鐵門 我手都斷掉了 現在回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這驚險一瞬間 就發生在九號下午三點多 新北三重一處海沙屋四樓 因為這幾天家中陸續有小泥塊 所以當時屋主黃小姐 就到後陽台繼續撿 沒想到原本的碎屑 變成陽台塌陷 因為我們從一百零八年 就簽要都更 到現在房子塌下來了 沒人理 六十歲的黃小姐退休在家 這一雜造成手部跟腳都有受傷 是這一代過去就曾發生 天花百崩塌等意外 還有鄰居花了幾十萬 強化鋼筋 而這一棟在一百一十一年度 被認定是海沙屋 8月二十九號評估沒有立即危險 所以持續列管 陽台損壞 粗估要花十五到二十萬修繕 還需要考慮到其他豬 會不會受到波及 加是安全的避風港如親 卻身處危險當中 三連續我黃正傑林七雲西尾 常常報導